大家看到 九十五港就是中处在 官議員六千米這幾年來 都會準備應徑的事物 分散讓中華加護中心照顧的小孩 契合在一起時 若議員就和和美愛心家族行的業者 黃雍碧 連手中一把阿美月餅 送到中華加護中心來 各位就是中处在 官議員六千米十幾年來 都會提前準備應徑的月餅 放到中華加護中心 跟今晚分享過多的氣氛 今年也一樣 切荷桃早 就和和美一間愛心家族行的老闆 比高燒酒 將一把阿美月餅乾淨 送到中華加護中心 好棒喔 八大的鼎哥還有菇皇義 張華的菇皇義先生 他也帶養樂多來 我認為吃餅餅配養樂多 小朋友就最愛 我們在疫情的期間 會有很多人對家附加都不來 捐款也好 物資也好 都未有缺乏 我們想說當領頭羊 八月一號 榮立的八月一號趕快過來 雖然數量不多 可是我們的心意已經第十五年了 希望可以共襄盛進 他的薪水他沒辦法選擇 不過他的過去我們沒有參加到 他的未來希望說 我們一小小的關心 可以鼓勵到他 可以更加打招 他感覺到我們社會很溫暖 我們一小小的心意也希望說 有那麼多人要做成事的 對我們社會 對我們家附中心 有錢可以出錢 受到我們賴清美議員的邀請 還有我們八大家巨域的比哥的邀請 來彰化佳福一起共襄盛舉做愛心 中秋節將到了 我們準備了一些月餅 還有養樂多飲料 跟我們家附中心的小朋友 我們一起同歡 我們賴育員跟比哥 這邊來贊助了我們 捐了我們那個 一百盒的蛋黃酥 要讓家附這邊過中秋 那我們知道我們賴育員 端午節他就會捐粽子 然後中秋節就種蛋黃酥 那給家附孩子歡度了中秋節 除了賴賴看起來很好吃款的貴賓衣服 還有竟然上街的養樂多 現場充滿貴子的樂的氣氛 非常歡樂 到中華新聞也豐富 和米菜豐富的